现年25岁的阿美尔·费杜尔今年4月从双亲手中接下了家族农场的工作 照顾110头乳牛 种植小麦 甜菜根作为饲料 是法国乡间非常典型的小农规模经济体 费杜尔和伴侣两人从日出忙到日落 一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 一个月下来的总收入只有1600欧元 相当于新台币56000元 有些人的工具有可能会出现1500欧元 但在银银银上的时间 我认为不太大人的工具 我不太大人的工具 不太大人的工具 我们自身上的工具 每天都在八百万元 所以不太大人的工具 这就是高品质法国农产品 背后赤裸裸的真相 有无数的农家为此背负重债 许多人不堪负荷 甚至因此选择结束生命 2020年农业健康保险机构的统计显示 15到64岁的农民自杀比率 较全国平均值高出43.2% 农户贫穷率为17.4% 几乎是全国平均率9.2%的一倍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 耗费25年协商的自由贸易协定 进入最后敲板底定的时刻 法国的农业抗议大军18号开始 再度集结走上街头 占据交通要道 封锁政府办公大楼 展现他们的怒火 抗议现场的标语牌 写着小时候梦想做农民 长大死路一条 法国让我窒息 欧洲正在杀死我 以及向南方共同市场说不 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化组织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 由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 波利维亚五个正式成员国 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谈成相互取消 百分之九十关税 七亿八千万人的市场规模 四百亿欧元的进口贸易额 与四百五十亿欧元的出口贸易额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双边自由贸易区达成后 欧盟希望借此加速汽车服装和葡萄酒类高关税商品出口 并确保梨桶铁箍这些绿色能源转型过程 关键原料的供给 但减税后南美农产品的涌入 多年来一直引发农民的强烈关切 四万五千顿的蜂蜜 六万顿的米 十八万顿的糖 争议最大的是牛肉 九万九千顿的牛肉 以百分之七点五的固定关税进口 十八万顿的家禽类则是零关税 欧洲的畜牧业者称这是不公平竞争 因为南美的农场规模 健康与环境标准都宽松许多 人力成本更是较为低廉 不光是德国农民选择与法国农民 正在同阵线 法国朝野各党各派 也罕见的立场一致 六百名国会议员日前 在世界报发表联名信 至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议 与二零一五巴黎气候协议不相容 特别是在砍伐林地方面 二零二零年环境经济学家 史蒂芬·安贝克所做的评估报告 指自贸协议上路后 随着牛肉消费量的增加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接下来六年 林地消失的数量 将以每年百分之五的树立增加 我们必须要继续 在超过二十年 继续结束 这有多长久了 这不是很好的例子 这不是很好的法律 我们需要更多 自由贸协议 中国法国对这项自贸协议的立场截然不同 欧盟内部也分成两大阵营 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和德国统一阵线 赞同年底前应该让协议过关 波兰 奥地利 荷兰 爱尔兰对协议内容有疑虑 但并未正式表态反对 公信新闻 网绘文编译